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明祭祀是中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里边您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去研习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就是中国文化有一个起点叫孝 这个孝就是子女跟父母的关系 子女一辈子都应该孝敬父母 因为她是生与养业 那么父母死了以后要不要孝了 按照西方人来说那还孝个什么劲啊 他人都没有 中国人君子有终身之孝 父母走了 这次武汉那个费典 今天那个网上你看都在排队领古会 哎呀 心里面很难过 现在这个走出去了 哎呀 家里面各方面多好了 吃也吃不着 喝也喝不着了 所以这个孝子每到过年过节 气候变化都会思念父母 那么这种思念呢 它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 几年到这个时候都会用一定的方式 就是我们呢一直在记挂着你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我们没有忘掉它嘛 是吧 那个坟头啊 那个烂七八糟的杂草啊 我们去亲一亲 我们一般来说还带一块布 墓碑上有没有弄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擦一擦 是吧 人家走过去 这一家是有子孙的 嗯 嗯 嗯